哈囉大家好,我是桑凱,歡迎來到新頻道 那麼今天要幫我為大家帶來二講傑諾的實戰解說 那這個片段是來自於稍早官方直播 由達仁、戳戳以及嘎咪一起實戰的一個片段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其中的一些操作細節 那首先這一隊呢,在進場的時候你可以發現到 即使帶了這個術王,血量比較少的妖精成員 讓人能夠突破五萬以上的血線 所以現在對於火隊或者是接主來講 這隊絕對是血量上面的高標 但輸出傷害,如果說你沒有開技能的話 那個傷害會比較弱勢 因為畢竟這隊的隊伍特性就是要一直開技能 才能累積到那個最大倍率 據官方我看起來的感覺應該是開三到三個技能 應該就可以到最,疊到最大倍率了 原因來自於他這個隊伍技能 他這邊隊伍技能寫的是 如果說你開的技能越多的話 他的累積倍越高 那時候沒有詳細寫說是要開多少技能 官方這邊給出的解釋好像就是三個 三個技能 如果我有錯的話大家再更正我 所以大概這一輪開,你可以看到左上方有三個以上技能 所以這隊現在的倍率是最高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最高倍率 這邊行動值還沒滿的一個情況是多少 傷害輸出可以有120億喔 所以其實你有開技能,然後火珠一多 那個傷害絕對是升天的 那除了之外呢,也可以看一下這隊的combo數 這隊combo的建立是來自於火珠跟新珠加起來的主數消越多 combo數就會越高 你看這邊消了六指行的珠子 這邊就來到18康的基礎combo數 所以這隊光靠那個指定的珠子 就可以到達很高的combo數了 這邊來自於這個隊伍技能 這邊隊長技能寫的是 如果說你消火星越多的話,最多可以增加8連擊 但如果說你是單邊變身的話 最高是可以加到額外12連擊 所以其實這隊的combo也沒有問題 所以這隊跟艾克斯1%大獎作為隊長最大的差異 主要是combo這一點我覺得是差蠻多的 所以解高康盾最好還是帶上這個傑諾作為隊長 但這隊的缺點我相信一開始有講的就是 傷害如果再沒有開技能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這傷害就蠻慘的 當然這邊有攻擊力下降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正常一點的 不過這邊這隊由於太多技能可以開了 所以比較找不到那種完全沒開技能的片段 當然這隊玩法也是這樣 就是你要一直開技能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也帶了這個艾克斯1%大獎 還沒進化前作為隊員 那這邊比較用心的是 艾克斯他有一個隊伍特性是會隨著隊長 而變換屬性 可以看到這邊變換火屬性這沒什麼問題 但是居然連艾克斯他本身盔甲的顏色都變了 我想這個是官方這次比較用心的地方 那根據官方直播指出 如果說你隊長帶光的話 這個也會變成光的顏色 那帶綠的就會變成原亮的顏色 大概是依此類推 好那這邊開三個以上技能基本上就是最大的一個倍率 然後這邊行動值也滿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傷害 實際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240億在砍的 所以這隊傷害你有達成他的最大條件 絕對不低 絕對不低 但現在比較大的隱憂就是 如果你火珠就是關卡限制你小火珠的話 這隊有很大的概率也會受到蠻大的一個隊伍限制啊 來看一下平砍能力 你看這邊平砍也都是他這三個技能 基本上這傷害都30幾億在砍 絕對你有火珠 你看這邊火珠消的就沒這麼多 加上他切的combo數不是切的很多 所以他的傷害就有掉 像是這種 你看這個回合他消的火珠數量 大概是落在10顆左右吧 然後你看喔 上個回合他打這麼痛的話 你看他這個火珠量 就明顯差很多啦 大概1.5倍的火珠量以上啦 所以其實火珠量還是決定 最後輸出蠻大的一個關鍵 所以今天如果說你不能消這麼多的火珠的話 想必那個傷害就會掉很多啦 像這邊最大的差異就是這200億嘛 然後下個回合大概消10幾顆火珠 會掉只剩下30億 所以事實上 這隊要玩得好 不外乎兩個條件啊 第一個就是火珠要多 第二個就是火跟星要切開來 每多消一組火跟星就會增加combo 第三個也是最重要的條件 也就是多開技能 開越多技能 到三個以上的話 才能到達最大的一個增傷幅度 所以其實結論玩得好 就你把握這三點 基本上沒什麼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特別要提的是 它不像是一趴的艾克斯做的隊長 需要一直按著珠子不放 來去到達最大倍率 沒有 這隊你轉到覺得爽就可以放了 那轉珠時間跟增傷條件是沒關係的喔 這是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這隊反倒是可以速刷 好那後面大概都是一個實戰的片段 不過這隊還有一個比較重點是 這個星珠 我們來看一下回血能力 看到這邊 這隊唯一的回血條件 有兩個 不是唯二的回血條件 第一個就是光靠星珠回血 可是這不是主流 它主流回血反而是靠消火跟星去強制的直接回血 或開技能 可以看到開技能當下是回了五千嘛 那是因為還沒變身 那變身後如果你開技能的話 每開一次技能回一萬 所以你開了五十技能直接回滿 不用消任何的回血珠 另外一個回血條件是靠火跟星 看到這邊我們消火跟星珠 你看看喔 火跟星珠它直接回血爆表了 那麼回血四萬八 那這個回血條件來自於隊伍技能 看到這邊 隊伍技能這邊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每消一組火跟星 除了可以增加連擊外 那這個連擊就可以造成額外的回血 所以其實這是黃玩相扣的 所以火跟星對於這隊來講 不只是代表攻擊珠 也代表回血手段 那這個最著名我們這邊直接跳過這些 平坎 反正就是開開技能 看一下大概 這隊還有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你看那個傷害很飄啊 如果火珠量不夠 你看30億跟50億的傷害都有可能打出來 那火珠一旦多到 我覺得累積到15顆20顆以上的話 那效益就出來了 大概就是百億以上的 呃..傷害程度了 所以這隊傷害是蠻飄的 你看這還可以打個破億而已 你看這火珠效的不多 它那個傷害就是蠻慘的 哇 你看那個傷害是COMBO 照理想這傷害怎麼那麼低啊 怎麼才億而已 有點怪啊 大概都可以打10級 為什麼這邊打個1而已 知道的人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這邊看不出來為什麼他只打個1而已 是有被減傷嗎 沒有啊 恩 傷害差好多啊 好那再來到王關 王關主要想講的是這個 回血力 這邊直接消火跟星可以製造額外COMBO 啊COMBO又可以又來回血 所以看到這邊直接在 回復力降低的情況下 我記得這個是降到10%以下的回復力啊 所以這裡的話就可以直接靠這個隊伍特性 完全回滿 而且跟敵方對模式完全沒有問題的 所以這一隊可以解那種回復力歸零的關卡 甚至回復顛倒也有辦法可以直接打 也可以直接回血 所以這個條件算是蠻優秀的 好這個第一段就打過去啦 主要看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妖公盾 加上 呃 加上減傷盾 應該說你要被他打的盾 所以這裡的話 你可能就要利用傑諾的檔死 來去坦他的傷害 然後他剩90%的減傷之後 這邊要注意一點就是 他只有妖精成員能對他造成的傷害 所以照理來講這邊只有樹王一隻能打出傷害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現在僅僅只靠一張樹王 他的實際輸出有多少 不過要跟大家提的反而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這一隊其實對於火屬性的成員 他可以吃到完整的倍率喔 你看可以從他隊長技能開始看喔 他是給整隊攻擊力 然後火屬性可以吃到完整的攻擊加成 而且他達成六康以上 額外加成的攻擊力也是給全隊的 更深入我們回來看他的隊伍技能 他隊伍技能 這個發動技能 每次火屬性跟技術發動技能的話 會額外提升全隊攻擊力 所以至始至終 火屬性的成員 不論他什麼種族 他都可以吃到完整的增傷幅度喔 所以我這邊回來看 其實樹王在這邊 一群機械族之中有點突兀喔 但他是可以吃到完整倍率的 不過唯一吃不到的就是這個 機械族的機械族加成 這比較可惜 所以這隊火屬性隊員的傷害是不用擔心他的 還是一樣很暴力 好那邊全部消除開個龍科 好這邊可以看到 只有樹王單張能打出傷害 然後打了3億 但請記住喔 敵方是減傷盾 所以減傷只下10% 所以實際上面輸出的傷害還要再乘以10倍 所以事實上這邊樹王單張就打了30億囉 非常誇張 所以這隊面對種種族盾是真的不用擔心的 這也為這個系列解套了啦 因為我們一拍到講 這個艾克斯是走純機械主法嘛 所以面對種種種族盾就比較沒辦法 但反倒來講2獎 傑諾他就可以帶全火牛棚 所以解種種種族盾自然沒有問題 不過目前比較覺得沒辦法解 大概是應該都有辦法解 連一補盾都有辦法解 這就是這個二獎噁心的地方 因為你一補盾的話 袋樹王則滿尖心 再加上一個眼球 哇直接一補飛天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二獎傑諾反而 就正如我們影片 前部分析影片講的 這是真大獎 他的整個適應能力真的是非常誇張 所以我想這個 光看完這個實戰影片 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個二獎傑諾的一個隊長實力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要忘記按下你的按鈕 以及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HOK 我們下部影片見 謝謝大家掰掰